政治中心凌云轩报导十四分之十一零五 二十六发稿十四 三十五更新 新增影音詹雅 日前为陈时中写歌必哭上万网友 昨日他现身 谢音运会认对陈时中爱得不得了 资料照年底九合一大选倒数十二天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把握倒数第二个黄金周 在昨十三日晚间举办唱咱的歌 行咱的路阿中感谢音乐会 55岁台语歌后詹雅文也现身当家兵力挺 大抱自己爱上一个男人 就是陈时中 台语歌谈天后詹雅文日前曝光一首感谢有你的新歌 这是他特地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写的歌 想感谢他自防疫以来的努力 MV一出感动上万网友 就连陈时中也说自己听完很感动 这首歌让他在选战之余 内心也充满力量 之前詹雅文小巨蛋演唱会特别 嘉宾就是邀请陈时中两人同台和唱展现好交情 这回詹雅文赐用歌声带来正能量 陈时中曾现身小巨蛋丹 詹雅文演唱会嘉宾 涂记者林盛凯摄影詹雅文 席陈时中唱咱的歌 行咱的路感谢音乐会 以上就高喊阿中陈时中我超爱你的 但下一句立刻 是 我还是更爱你的太太 因为陈夫人将她的仙捐给了台湾 现在又要将阿中部长捐给我们台 是 感谢陈夫人的伟大 詹雅文说她孤身来台北 盼 这两年爱上了一个男人 就是陈时中 只要这 男人说出那三字 我就爱他爱得不得了 那三字就是 确诊 也让他相信他 也想接近他 詹雅文立挺沉 中表示我相信那中部长 直言任何抹黑都是一 镜子那面镜子照到的就是抹黑那人 你自己要承担因果 陈时中太太孙婉玲现身音乐会 场面 新 图翻设字陈时中 而陈时中妻子 知名大提琴 孙婉玲也首度惊喜现身 并现场演奏台东调 信望春风 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陈时中哽咽 说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与支持 我才有力继续往前走 一席话让现场许多人都不禁掉下来 气氛相当温馨 谢谢你对我来的老师 有之后 你收到ives 我来的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